毕业怎么规划的 就一说这规划我更长期 就是已经实习了嘛 就可以转正嘛 然后我问他有什么规划 因为想就挺喜欢他嘛 想跟他一起就是在一起嘛 在一起然后就是问问他那个 你有什么打算 你给我点就是意见呀 然后咱俩好一起解决是吧 当时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没什么规划 没什么规划就一直在问 然后然后来啊 我都已经稳定下来你知道吗 人家有规划了 要去回家找一份工作 说要不让我去那个 回家跟他一起吧 别去那边 我当时问的时候 你是河北哪的 我是河北廊坊的 你呢 唐山的 你要回唐山 你要待廊坊 我要在北京 我在北京上学 姑娘你喜欢他什么呀 就总想起他当时对我好 就是我就有个毛病 就是我总念旧 总舍不得 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可是你蜀罗他这些事 没听出来他对你好啊 对呀 要不我再来了呢 他要对我好我就不来了 我就想教他现在是什么意思 你要说你不喜欢我了 你告诉我对吧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就是每次吵架 都拿这些小事来跟我吵架 出车会也算小事 吊水里面也算小事 啥都是小事 你是喜欢他 还是喜欢你自己啊 我喜欢他 喜欢他啊 都犹豫了 都犹豫了 没有 你喜欢他什么呀孩子 就是从刚进大学 刚进入陌生城市的时候 就一直是他陪着我 就是有一种依赖感吧 那你毕业到理想去哪啊 回家 想带他一起回是吧 那回去后他干嘛呢 到唐山 你愿意陪他在北京闯荡闯荡吗 不愿意 行吧 老师们你们看这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特别有意思看你们俩聊天 就想起了那个 人家是 你跳舞 我跳舞 你是 我跑了 你飘着 你怎么还能自己跑了呢 我都没听说过这种事 你的心底里只有我 连我们都没有 不然就管自己吃饱饭 不管女朋友 她在外边玩遇到危险了 我不去接 开个车出了事我先跑 所以我刚刚就特别想问一下女孩 为啥呀 因为她当初对我的确特别好 当初对你特别好 后来咋不好了 好了多长时间啊 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嘛 就一直都特别好 都特别好 然后就发现就是马上要实习了嘛 去公司 然后就感觉她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感觉再也不像当初在学校一样那样对我了 好了多长时间 好了两年多了 好了两年多 忽然就不好了 对 好 那可能就是 她把我们的那个门把你画出去了 你们马上要毕业了 她根本就没有想要许你未来 就刚才我听到的这些事情 这如果是我的妹妹 我是不会让她跟你走的 不可能去到你的城市生活 因为未来太不笃定了 所以如果她一如既往的 像刚才表述的那样对你 遇到危险我先跑 那就是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如果她继续这样 最后的爱情建议就是 祝你快乐 分手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谢谢你们 你们讲 你的整个判断是有问题的 你说她对你特别好 两年特别好 突然间对你不好 你说的所有事情 发生的事情 都是最近一个月发生的吗 肯定是这两年里面的嘛 对吗 好了吗 任何一件事情发生 这个男人都是对你不好的 你凭什么说她对你好 这些事情 但凡发生一件都足够分手 凭什么你说她对你好 你的认知有问题 你的判断有问题吗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好嘛 你把你对一个人的依恋 反省和思考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人爱她什么 好在什么地方 重新思考 重新判定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谢谢 小伙子 我特别希望老师们的话 能够多少点醒你 如果今天你能够认清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出了这样大的问题 我觉得对你是好事啊 你不要气馁 固然你的装装件件做得 太让人生气了 每次做上这样的题的时候 很多女人的母性就被触动了 她觉得我能够诱导男生变成熟性 这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 好歹我教了他们这么些年了 我不能半路抛弃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成熟还可以成长 但她23岁了 一大老爷们 她身上没点血性 刚才在说到这个 谁漂在水里 谁跑上岸 每次你们都是以一种 非常搞笑的方式 把它说出来 但如果真的遇上那种 生死两难的时候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 但如果真遇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原来我认识这么多年 那这么一个男人 是不可以被依靠的 那个时候你就伤心了 我认为男人身上 这点东西挺重要 但也不排除 有一小部分男人身上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就要看你自己 就看你到底要的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 吃点东西 本姑娘不行 那你今天就走 如果你觉得 我无所谓 我可以刚强起来 她有点没关系 那你今天就留下来 好吧 反正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